花莲市日本姐妹是宇纳国庭九步梁中学师生抵达台湾了 展开毕业旅行而他们专程到花莲市公所拜访 受到市长魏佳燕以及同仁们的热情欢迎 大家挥舞国旗展现友好的情谊 也祝福同学们在台湾留下美好的回忆 宇纳国庭和花莲市交流密切 当地不论是小学或者是中学的毕业旅行 都会选择到台湾花莲 而花莲市公所团队也展开热情的欢迎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也欢迎我们宇纳国九步梁中学的所有的孩子们 跟副校长带队的老师们 那在这边他们是以毕业典礼的一个方式来到台湾花莲 那我想跟宇纳国的一个交流 有非常深远的一个交流 那同时也是我们的姐妹是 那其实在他们的学长也曾经有来过 那未来也欢迎我们所有云纳国的孩子们 持续的跟花莲的所有学校保持交流 那今天有到海星中学去做一个交流 那刚刚也有在会中有问他们 最期望的是到哪里 那他们是说到六福村 那未来是不是也可以到花莲各个 我们包括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文化 客家的一些文化等等 那真的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刚刚校长也特别关心了花莲地震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台湾友好是持续的会保持下去 这一次九步梁中学围棋五天的碧履 是由副校长以野作纯师带队 三位老师七位同学参加 市长卫家宴特别准备珍珠奶茶 让师生们尝鲜 而公所同仁也用舞曲动作 让大家一起动一动 九步梁中学的同学们 也带来文化季当中准备的舞蹈 交流气氛非常热络 市长表示花莲试汉与纳国挺长期以来 关系友好 未来有机会也期待可以前往云纳国挺 和当地的人民互动 加深两地情谊 介络会欢事报道